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st 今天要跟你讲的话题呢 我这里有笔记,我会玩一下看 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几个点 比如说我们要有恰好的距离感啊等等的 好,那还不认识我的朋友呢 我这个频道90%讲的都是简单的生活 就是怎么样可以把生活过得简单一点 然后呢,理财,家庭理财和个人成长这些话题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找到 就是活得越来越好吧 不会太商业化,不会被社会 不会被外界牵着鼻子走 怎么找回自己,最真实的自己 那如果呢,你是我的老粉丝 就是经常看的话,那就帮我点个赞 然后也帮我留言 这样的话会有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 那如果你是新的 就是第一次认识我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吧 第一个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堂课上面 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太多太多人 越是close,越是亲近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越想要去改变对方 好,如果是一个小孩子的话 你可以好好跟他讲啊 然后好好教育他 但是如果对方已经是一个成人的话 你有没有常常会想 哎哟,这个人怎么这样 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或者说我要好好地改变他 他一定可以往我的方向走 好,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这个关系就会失败 你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失败 第一个,你跟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你一定要去把对方掰过来 让他成为他不是他的那一种人 或者他当下不想成为的那一种人 这是一个非常失败关系 所以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想法完全灭掉 为什么? 因为包括我自己 我没有过简单生活之前 我是一个holder 就是半屯物证的一个人 那当初呢 我自己家人就一直讲我 一直讲我的时候 我会有逆反心态 就觉得很烦啊 然后甚至买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每一个人转变 很多时候是发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事情 或者让你感到一个痛处的时候 我们的改变才会比较 来得比较快 才会自己改变 所以我当初改变是因为我搬家 然后搬家公司的钱 收的太多了 然后东西整理太麻烦了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几件 自己慢慢领悟到 而我自己慢慢领悟到几件 我做的就是心甘情愿 所以不是为了别人去改变 所以要相信我 人是很难改变的 特别当你想要去改变对方的时候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想一个人好好相处的话 要注意对方的缺点 而不是 sorry 要注意对方的优点 而不是缺点 如果他的优点是你很心闪的话 你可以多去赞扬对方 但是你不要整天看着对方缺点 否则你会很不开心的 那如果对方缺点是你完全不能容忍的缺点 比如说会打人 会骗人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会没有manor 就是非常没有礼貌 非常粗鲁 然后会骗人 这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我如果知道一个人就是很爱骗人的话 you never see me again 你以后不会再见到我了 然后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就是不善良的人心心术不正的人我这样的人我也不会 反正你就是看不到我 如果你有这些 对方没有这些你无法容忍的缺点 只是一些小缺点 比如说 他的衣服穿的并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或者他说话的那个accent 他的那个语调啊 不喜欢啊 就是这些小小的你自己还能容忍的话 那你要多去看到对方的优点 那说下一个呢 就是人际关系的几个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距离感 你不要跟任何人都熟的太快 认识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 特别是认识他类型的想法 有的时候一个人他自己都未必会认识自己 想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很好 需要很长时间 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跟对方很亲密 做很好的朋友 或者说你感到很沮散 你有一个男朋友 或者甚至你的老公 甚至你的孩子 有时候说 哎呀我真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 我好想理解 他恨不得走到对方的心里 恨不得就是一下把那个关系拉到毫无距离 我告诉你一段距离 一段关系 你们距离越近 一个转身就会伤害到对方 所以有的时候某一些距离 某一些神秘感 反而是一个关系长久的方法 而且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空间 当你在一个空间里 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 如果他做的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没有来防你 但是你们两个却就是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聊几句 然后没有需要的时候 对方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这是一个最舒服的感觉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你在空间里 他一直要在你旁边 然后你做什么 他都要看着你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想什么 他都想知道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累的关系 没有人会愿意这样 所以你不要那么急的 就把任何一个关系拉得很近 甚至再近的人 你都需要有一个距离的关系 这样一段关系才能参久 那下一个呢 就是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珍惜眼前人 父母啊 亲人啊 自己的伴侣啊 自己的孩子啊 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些都是我们很lucky 如果你很lucky的话 你一出生你就有父亲母亲 然后他们都给你很多的爱的话 这个都是你 你来到这世界上最大的福分了 如果说你一直想说 哎呀 我身边这些人并不是很好 然后我一直去外面去找一个 让我更好的人的话 你有可能会 默然回手中 这些人会 当然父母不会 不会说离你远去啊 但是办旅游的时候 因为得不到你的关注 得不到你的珍惜 他们会离去啊 或者失去跟小孩最好的时光 小时候童年 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一段关系 你不一定要去往外面找 有时候你要珍惜 你所拥有的 然后你就可以快乐 特别当你跟原生的家庭的关系 处得很好的时候 你的快乐泉源是满满的 你会溢出来 当你的跟原生关系有很多 得不到的答案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会觉得说 一直在寻找某样东西 然后会觉得很 有时候会觉得很loss 很迷失 所以当你觉得很不快乐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要去跟自己过去写托 要去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还有一个人 我们没有珍惜的就是我们自己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朋友一通电话 就跟自己独处的时间放下去做别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外面满满的行程表 然后每一天不停的应酬 不停的聚会 甚至给家人准备晚餐 早餐午餐清洁家 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事业型的人也好 家庭型的人也好 你都要珍惜跟自己好好相处的时间 跟自己好好独处的时间 所以要珍惜自己 当你一直在找一个更好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 然后你一直觉得说 你需要找一个人 让你现在变得更好的时候 其实你最应该做的就是照照镜子 镜子里面那个人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这个人 如果你自己无法让自己变得更好 如果你自己无法让自己过得 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开心的话 你把所有希望的忌多 让你希望有个人让你更好的时候 当你找到那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会很累 甚至说你根本就很难找到这一个人 所以一定要学会就是珍惜自己 珍惜家人 珍惜你所拥有的东西 那下一个呢 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 不要讨好别人 一定要学会婉转的说no 不要很凶的说 我不要搬你啊 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要婉转的说no 我们没有必要做烂好人 我们没有必要做万人迷 如果说你对每个人都说yes的话 你永远没有机会对自己说yes 因为当你自己放在这个角落上 你会吸引当你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照张绝收的时候 你其实会吸引到很多user 就很多会向你拼命要东西的人 那你就永远没有这个时间 你身边朋友就是不停地向你要东西 当你懂得说什么东西 你应该说yes 什么东西应该说no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个 你就会有时间留给自己 所以呢 要知道一个事情 当你学会向别人说no的时候 你才有这个机会跟自己说yes 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 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要把好的人游在身边 你要做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要学会拒绝别人 那下一个呢 就是不要说太多余的话 很多人很激动 或者说很 很怎么样 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会忍不住自己骂人啊 或者说很多余的话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做的是 当你的情绪在某一个起伏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自己calm down下来 这个calm down的方法呢 即使你去一个房间 没有人打扰你 或者你就是从一属到尸 任何一个方法 只要是work for you 或者你就听歌 或者看书 只要离开现场 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 我就是要马上离开 然后到 比如说旁边的咖啡厅 然后听一首歌 或者听 或者听一下午的歌 或者就是拿一本书 或者就直接在自己房间里 好好哭一下 都可以 但是不要出口伤人 说的 说出来的话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啊好 我现在说一下 其实就没事了 可是就像一个铁钉钉 在一个木头上 很多的时候呢 你即使把这根铁钉拔掉 它的伤口都会在那里的 所以要小心 不要语出伤人的话 那还有一个就是 谢谢要说出口 如果呢 你真的真心感谢别人的话 你要说 要对对方说 就好像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 要说 你要让对方明白 不要一直觉得说 他做这么 就是他救了我 或者说 他做了让我这么感动的事情 我不说他也会明白 我有多感谢 不 感激的话要多说 如果真的对方让你觉得很感激 特别是如果他是 你身边的人的话 像是父母啊 给你煮一顿饭 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 亲爱的谢谢他给你煮的每一顿饭 要感谢事情很多 有时候就是简单一个谢谢 谢谢你帮我煮了这顿饭 或者谢谢你帮我拿来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对方都会接受到 如果你不说 你不要以为对方就懂 这绝对是对你人际关系 就是绝对有帮助 那如果是对不起呢 也一定一定就是要跟对方道歉 如果你真的是对不起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家人 家人 我说了好多遍 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家人 一定要好好感谢家人为你的付出 要好好谢谢他们 要说出来 写出来 甚至是给他们买一些礼物 所有的这些东西 感谢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心 好吧 那sorry 我完全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了 然后现在才想起 我已经讲完了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好 拜拜